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計畫名稱是 利用流氏細胞分析儀、分析癌細胞周期及基因功能 我們今天請到許政委、陳彥竹、洪承恩三位同學 為我們講解實驗室的內容、聽話內容 你好,我是許政委,也是本次換領域實驗計畫的學生 那我們這次的技術實驗計畫是要利用流氏細胞儀 在研究癌細胞功能、基因功能的表現 我是洪承恩,我們換領域有換了細胞生物、分析化學 還有光電和軟體的應用 大家好,我是陳彥竹,我們在這次學到的技術中有CELL的Subculture 然後我們利用Transfection把基因轉進去 也利用了Western Block確認其中的蛋白質 然後最重要的,我們學會了PI-STEM以及固定細胞的技術 然後再用流氏細胞儀分析整個的過程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零零碎碎的像是電勇以及MTT-SA等相關技術 我們將在這次實驗應用到,謝謝 那我們也很榮幸請到簡進香教授為我們講解一下實驗的內容 謝謝各位擺盲中來參訪 我是這個project的主持人 我們在短短時間內,教了同學許多在研究所 那邊碩士班或博士班級的程度的實驗 那首先呢,他們必須花一些時間呢 做在Culture Room 做養細胞 把細胞養活了 細胞如果養得不好 那以下的實驗就不能做了 那細胞養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我們要study 要學習的那個 這個,知道他功能的基因放進去 那所以就做了一個Gene Transcription 的動作 那這是屬於基因工程的實驗 那拿到了這個有基因 包含我們要學習的基因的這個細胞以後呢 我們就做了Pi-Stalin 就是把這個細胞的那個DNA染色 染色以後呢 那我們就要上機啦 那所以那邊就有一根 含有細胞的那個Sample 的Test Tube 那待會呢,我們就可以實際操作 來解釋這個細胞流氏分析 以要怎樣分析這個基因的功能 那通常呢,我們可以設計很多實驗 譬如說這個,我們如果拿到這樣的圖 就是說我們用BRDU的Ansic 來看這個細胞是不是正在做 進行DNA的合成 那所以呢,就可以拿到這樣子的圖 就是BRDU-Stalin 看這個Cell的生長 DNA合成的狀態是怎樣 那麼,我們也可以設計一個實驗 譬如說,我們加了抗癌藥物 叫做Kentacicent 那這個抗癌藥物呢 它怎樣殺死這個細胞 那它是有一個 一個Mekanine的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 細胞 Flaw Cytometer 來看這個圖 那你看這個圖在下面 比較偏下面 那如果加了藥以後呢 這個癌細胞呢 被殺死以前呢 它所呈現的是這個圖 所以就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這個是沒有加藥以前 那這個是加藥以後 就多出來這個PIC 那這個PIC就是呈現這個細胞 已經走入凋亡的狀態 那細胞凋亡就表示細胞被殺死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設計這樣的實驗 那如果拿到這個圖呢 那就是需要用這部 細胞流失分析儀 那我們就眼看著細胞 被這個抗癌藥物殺死 然後呢 這個被殺死的細胞 有多少Percentage 那也可以在這邊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實驗呢 是一個標準的學習 利用癌細胞 然後加上抗癌藥物 在一個鐘頭裡面 我們就可以分析到 細胞有多少Percentage被殺死 那另外我們又設計實驗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看這個細胞膜 被有一個酵素 去掉它細胞膜外面的糖的 那這樣子我們也是用一個抗體 來呈現 就是沒有加藥 這個加藥以後 那這個細胞呢 也是進入這個Apartosis 就是細胞也進入雕亡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 Reagent去殺細胞 然後呢 去判斷細胞 是不是真的被殺死 細胞走路掉 那這樣子 用這樣子來判斷說 這個抗癌藥物 有抗癌的性質 所以這是 流氏細胞疑的應用 所以基本上呢 同學 這幾位同學呢 要學的就是 怎麼樣拿到這個圖 叫做DNA的脂肪圖 那在儀器上呢 等一下我們會秀出來 它是就像好像點點點 繁星一樣的 拿到很多很多的那個 那個點狀圖 那從點狀圖呢 我們還要利用那個軟體 把它變成直方圖 那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去做那個 就是Percentage 的計算 所以事實上呢 同學是學到很多啦 那這個就是 這個細胞流氏分析儀呢 那這個裡面的結構呢 是這樣子的原理 就是它有兩道雷射 那我們呢 必須就是 開哪一個雷射 我們就是需要設計實驗 這個實驗需要開哪一支雷射 這樣子的雷射需要 哪一支雷射 那就是選波長 那這個是 這個流氏細胞魚的那個 那個理念的結構 就是它可以來利用雷射 然後產生螢光 然後我們去捕捉那個螢光 有一個光電管來捕捉那個螢光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點狀圖 所以我大概很簡單的做這樣的解釋 那以下呢 就請我們的同學呢 實際上把那個那個 那個管子拿上去實際上有實驗的操作 細胞上機以前 我們必須在電腦裡面 發一些方塊 譬如說 就是看XY軸是什麼 然後它可以用不同的Parameter來判斷 所以必須先在儀器上面 設定很多Parameter 細胞要抽上去 速度怎麼樣 然後來挑選什麼螢光 挑選什麼雷射光 就是在電腦裡面要先設定 好 那都設定好以後 那我們的身頭就可以一根一根的上去 那一根一根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細胞 一顆一顆從下面掉下來 所以它這個儀器 事實上就是把Solute裡面的細胞 吸上去 然後呢 再從一個孔洞裡面 一顆一顆 帶著螢光的細胞 一顆一顆的掉下來 然後呢 這個旁邊的那個雷射光 就去捕捉 然後很多這些 就是它的螢光 就是它的光 然後就可以呈現在那個電腦裡面的上面 所以老師 所以就是要測的細胞 它需要有螢光的特性 或者是它要被螢光染色 所以它可以再一次 對 但是雷細胞也可以 也可以有細胞的 表面的那個 粗 Cores 就是有的很光滑 就是有的很光滑 那有的比較粗一點 或者是細胞的大小 都可以detect 所以我們要開很多個方塊 是每個方塊都有它不同的功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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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後要操作這個儀器的同學 可以根據這個Movie 來先學 先看 然後熟悉了以後再進來操作 所以我們這樣的過程 可能是讓我們有實際的Movie 可以看 自己學這個操作 或是細胞的意思 因為這是活細胞 所以以下一個方塊 就呈現出細胞周期的G0G1 最左邊是G0G1Face 然後中間那裡是Astress 右邊那個小金金的Pick 是G2M 所以就是活生生的看到細胞的周期 那死細胞就看不到 很漂亮 它這個細胞準備得很好 你看那個Pick很乾淨 它旁邊沒有那種死掉的細胞的G0G1Face 沒有脆片 長乾淨 請問一下 現在操作者 他剛剛有把那個小點圈起來的原因 是為什麼 問得非常好 就是說如果有一些細胞的Sample 那會有一些脆片的話 或者是看起來那些小點太分散 那麼他就把它比較集中的地方 把它圈起來 我們叫做Gating 那以後呢 把變成脂肪毒的時候 我們就算那些細胞 就是說如果它跑到太右邊 那些我們就不看那個 那個是太少的 不準 對 就是我們就缺那個集中的一群細胞 那通常這種操作呢 以前在暑假的課 大概半年需要學四五天 那通常第二天同學就很熟練 那我們這個課呢 是在暑假開了六年 那也是有教育過的生活 是有提供外操的學識 有有有 因為我們是網路開放暴力 那這個 常常的同學是強的暴力 所以變成 我們就只開了六年 那到今天就結束了 那我們 改來是來訓練自己的理想 嗯 嗯 也許超的同學更有機會 利用到的聯絲 對 對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學習呢 不是在課上課 一定要 我們坐在這邊 去動手 然後真正的去 學offer 一組的電腦 對 剛才那個線條是Ctrl 對 對 那現在呢 學校要做的是什麼 現在要做的話 就是我們主要的話 就是收取Beta 把記錄全T 然後我們可以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的細胞收取狀態 對 對 這裡的話 就是Tounter的話 解釋他的收取細胞數目 接近他會記錄到的總數的話 一萬顆色爾 那一萬顆色爾的話 主要是包好這個基督褲頭堆卷的細胞 這些我們用 然後同時要包好金牌 然後完成這個細胞 對 然後最後的別一個的話 然後就是會呈現到這個圖表 這些我們不要看個結果 我們現在這個Sample是一個Ctrl 還沒有做Critment 還沒有對這個I-C-C-O-T 那我們現在 今天用的細胞呢 是Renococynoma 就是腎臟胎的細胞 好 那 因為我們設定它 是收到的細胞 可以是收到10275 然後接近新帳號 我們就是 就是 Ctrl的話 已經做完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下來 做下個生訪 這就是同樣的實驗 同樣的操作動作 我想請問一下三位同學 就是對參加這個計畫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 或是對你有什麼肌力跟貢獻 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在課堂以外 學到很多有關課本 上面數不到的機器 然後 也很高興可以吸收到這麼多東西 平常在於教學資源上 我們大學生 畢竟能夠使用 畢竟有限 那能夠先來這邊 先使用一些就是 未來在研究上 可以碰到的東西 那先了解說自己不熟的地方 然後先行操作 然後回家可以多看一些研究專業 paper 然後了解說未來研究的取向 然後對於自己學習的領域 以及其他同學 他們不同科系的領域 能夠進行到所謂跨領域的部分 就對於我們而言 我覺得讓我們能夠廣泛學習 不一定是說未來能夠用得到 但是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 多去接觸一些東西 至於說 我們可能未來 會在不同的領域上面 去應用到這些東西 這對我們應該是最大的合作